曾几何时,NBA一直将一人移作成视为佳话,商业联盟也很少有人提起,然而,这几年不知道怎么了,对于球队的忠诚,似乎有点一文不值的意思。 其中,维德出走迈阿密,去了公牛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,在维德生涯中,他为了球队一而再而三降薪,帮助热火成功省下了超过3000万美元的薪酬,没人会想过,他会离开迈阿密,可是,到了生涯末期,隔壁的诺维斯基、邓肯及诺比利等人接连续约,他却只有羡慕的份。 如今,众所周知,维德在16年成为自由球员之后,本想签一份长约,在热火中老,结果,来历的报价却只有1000万。 要知道,当时维德常规在场军轰,下19分4.1篮板4.6助攻1.1强断,季后赛更是可以砍下21.4分5.6篮板4.3助攻。 或许很多人还记得,季后赛打黄蜂,维德遭到场边球迷挑衅,连终高难度进球,直接带走比赛,也就是这样的表现,热火就给1000万的报价,这简直就是羞辱。 即便后来,莱莉意识到已经维德生气了,重新报价,但为时已晚,最终,维德以两年4750万的合同去了公牛。 相比之下,莱莉对其他人倒是很大方,先是在16年夏天,以4年9842万美元续约怀特赛德,之后又以4年5000万美元续约泰勒约翰逊,后来,莱莉又以4年5200万美元,再次续约迪昂维特斯,4年5912万美元续约詹姆斯约翰逊。 尴尴尬的是,有三分已经成了毒药合同,就詹姆斯约翰逊目前行情好一点,白颠遭到小球时代的冲击,接连被主教练戏弃弄,自己发声不满,还被罚款了,维特斯接受左脚踝关节的手术,归期未定,泰勒约翰逊也没有打出身价,新赛季他的合同1880万美元,明年更要是达到1960万美元, 已然成为球队的新资大头值得注意的是,据迈阿密先驱报记者Barry Jackson报道,两位NBA经理向他透露,热货已经把泰勒约翰逊,哈桑怀特赛德和迪昂维特斯摆上了货架,这就很尴尬了,之前,莱莉还说不会兜售摆编,期待他新赛季的表现,结果,一看热货又将面临奢侈税重压, 只能又一次摆上货架了,真香,不得不说,莱莉之前一直被称为神算子,每一笔签约都合计来合计去,连对魂威德都这样做,到头来,终究还是为自己的无情买单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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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